这个叫Netbar,就是导览列的意思 那这一个怎么变成这一个 特别注意,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点 其实如果你做了几次之后,你慢慢会发现 基本上这两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它的UL,它的DataRaw是ListView 那这个是在DIV,它这里面有个DIV DIV里面它的DataRaw是Netbar 底下你会发现它里面一样是有个UL 一样有个UL,只是说这个UL它是包在里面 然后呢,如果说我要快速的产生这个Netbar 该怎么做呢,其实你们可以比对一下 这个在前面的部分呢,我们都有那个做过几次的 我是觉得最快的方法,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已经做完了这个清单之后 我的习惯是这样,可以把这个UL到UL怎么样 找到,有没有,然后呢,它外面有包一个content 那实际上,其实你想要怎么样呢 把外面这个,这一段有没有 后面的DataRaw不要是content 把它改成什么,改成Netbar 其实呢,你就可以产生你要的那个导览列了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其实这个当然是另外一种方法 比较快的方法哦,把这一段选取起来,Ctrl C 放在哪里呢?放在Footer里面 所以Footer的头在这里 有没有,Footer,尾巴在哪里?尾巴在这里 放在它的中间 这个,夜尾这两个字不要了,所以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盖过去哦,那我在选取这个范围,贴上这个范围,按一个Tab 让它缩排一下,这个缩排的用意就是哦 把它那个结构做出来,就是跟它是下一层的意思 一层一层的,所以你会发现哦 一,把这个加上去,再来的话把什么 把后面的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双0号,你会发现一样会跳出什么 让你选的Netbar 所以你把这个改成Netbar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点两下 本来是content嘛,改成Netbar 那再来,第二个呢,请你把这个UL 后面的东西删掉 这些呢,就不能要了 因为你不能说在里面呢 又有另外一个UL 其实做完之后,我们来点击这边一下 其实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 但是它会出现这个箭头 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 UL后面的东西不能出现 所以把它delete掉 再点旁边一下 你会发现呢,它就出现了 但是呢,这个还缺什么 缺那个我们要的那个什么呢 上面的ICON有没有 ICON 那ICON你就再把它加上去 ICON怎么加呢 选取这个嘛 那把它切回来 选取这个摄影名词 选这边好了 那也许呢,我就是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个Data icon 那名称的话就是在这个Data icon 选它的时候呢 选到 这个也许是Info好了 就是那个 Info的话就是一个I 然后相机的种类呢 也许我就给它一个GREED好了 GREED就是一个表格 相片的欣赏也许就一个STAR好了 或者PLUS好了 PLUS,OK 然后意见回复的话就一个CHECK 假设类似像这样 好,那把它切过来及时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显示出来了 不是这个图没出现 选错了 OK 跑出位置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把它搬过来就好了 这个搬到底下来就好了 OK 我来点它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 从这边也可以看到 两边是相通的 那最后呢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什么呢 因为 我们一般呢 这一粒眼呢 一直在这里感觉怪怪的 所以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它每次出现 都帮我固定在下面 固定在哪里呢 固定在页尾的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固定在页尾 好像前面有讲过 在好像106那个范里吧 那怎么做啊 切回到那个原来的画面 然后找到这个Footer 那特别说 选Footer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选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出现Footer 到Footer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的那个Position 它的位置 Data Position在这里 有没有 它的位置做什么 Fixed 这个 有没有 Fixed 就是固定的意思 你就帮我固定在这里了 OK Fixed OK 好 那我把它切到即时 你会发现 它就固定在下面了 无论它的资料多 或者是少 它一律都会固定在下面了 OK 所以这个是 Netbar的做法 那因为我这个地方 有点取巧 我只有怎么样 直接把上面的List View 直接复制下来 那复制的方法 对不对 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 那我是连DIV这个 也通通复制 复制下来之后 只有改一个地方 把它改成Netbar 把它删掉 OK 把这个 然后呢 再加上Icon 就OK了 最后呢 在那个Footer的地方呢 加上一个什么 Data Position 改为Fixed 这样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你只要把四个步骤 稍微看一下 至于哪里错了 应该就一目了然了 那我再把那个动作再做一次 因为我发现同学 做的时候呢 最容易犯的错误 其实就是选的时候 没选对 其实怎么选呢 第一个当然就把什么 这个 连UL外面这个也一起选 所以你就是 整个Content选起来 Ctrl C 那Content是头跟尾 因为刚刚好 那时候同学都选UL到U 不对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Footer这边来 把它贴上 那我的习惯是再按个Table 把这个我贴上的东西 Table一下 表示我刚刚贴的 那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Netbar 所以一个双引号 再打一个N好了 它会跳到Netbar 把它点两下 它会自动帮我加上去 或者你到这边也可以改了 然后呢再去改它的什么Icon 改完之后的话呢 切到这边来 看到应该就是这样的结果 还有个地方 这个要把它删掉 OK 这个把它删掉 这样OK了 然后呢 那要固定在底下的话 记得在Footer 记得哦 是Footer 前面就是Data Position 改Fixed 它就会Fix在下面了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 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 那如果还有错误的话 请参考一下 云端画面 其实你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那做久了 大概就知道说 到底它要我们 做出哪些效果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做完这些之后呢 那请各位 一样再把那个 里面其他的页面 包含就是摄影名词 现在里面空的嘛 那摄影名词部分 它我们需要的东西 就在这个页面里面 叫Camera-E这个页面 你就把这里面的东西 复制贴到中间就可以 那下方一样 就是做Netbar 所以你就把 刚刚产生的Netbar 怎么样 再把它贴到 它的底下 所以我们如果说 已经产生了刚刚的那个 已经做好的一个Netbar 就刚刚这一个 做好一个之后 你不用再重做了 一样就用贴的就可以了 OK 假如你做好一个之后 你会有一个 这一个 但是呢 如果你要每一个 都长得一模一样的话 其实 关键最重要 其实关键点就是说 你只要掌握了 你如果这样要贴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 它一定是从 Footer 后面一个Footer 到它的结束的DIV 结束的DIV应该是哪一个 记得不要选错 一定是 一个 两个 UL 结束UL 一个DIV 两个DIV 所以应该是这边到这边 你只要不要选错 后面一定对 但是如果你选择 因为我发现同学常常是 有头 没尾 贴上去 其外就 就坏掉了 OK 所以你如果选对的话 做一次就好了 我做一次就看 如果你每一页都要有的话 Ctrl-C 往下 贴到哪里 记得 贴到Page 1里面的哪一个地方 请注意看 Footer 它的夜守 再一个DIV 请你贴到这边 把它贴上 这样OK了 切到这个地方来 你会发现 摄影名词 下方就有了 有没有 那一样的方法 Page 再来就是往下 Page 1没错 再来就Page 2 一样是Footer 有没有这一段 到这个 夜守 然后就是这三行 贴上 其他 都一样 所以你就往下找 找到Footer 你就勇敢的去贴 一下子其他的都OK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Footer 就通通把它贴上 那之后的话呢 就每一页 就会有一模一样的 那个Footer出现了 那我们就完成 每一页的那个 所谓的页尾部分 只要你贴的时候 不要贴错了 我想这个应该就很愉快的 每一页都会有这个Footer 这个没有选到 选三行 所以其实 这个可能细心度要非常够 OK 而且心 这个时候可能要没有杂念 才有办法做到 OK 然后 点完 有了 点下去 有了 这个没有了 因为这个只是 我们的连结 至于就是说 相片种类 等一下 相机种类会有四个按钮 我们用四个按钮 连结的话 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试试看好了 所以 刚刚主要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 List View 再变成那一棒 OK 然后底下 其他就是超连结的部分 好 谢谢大家